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没有好的治疗办法时 现场沉默了 脊柱厚凸击型 就是老百姓通常所说的锣锅 它是一种由疾病 先天发育 创伤等多种因素 可能引发的脊柱形态变化的疾病 照片中 这张阳光的笑脸叫张琴燕 就是这张CT影像的主人 她来自四川 你无论怎样都难以把这张美丽的脸和她曾经这样的体态练习起来 严重的畸形 不仅让她受尽别人歧视的目光 更对她的生命随时有着巨大的威胁 疾病已经让她和她的家人丧失了生活的希望 直到他们遇到了陈中强 非常明确的一个胸对外狭窄 主要呢 诱因的还是黄带的古化 广泛多阶段的 压迫还是非常的严重 这些阶段呢 中间还可以跳跃 胸六到十二的一个广泛的后背切除 第一步解决胸对的问题 腰椎可能是一个其次 2005年7月5日 是时任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院长 陈仲强的门诊日 对于她来说 这本是平凡的一天 她如往常一样 检查过病房 对患者进行了简单指导后 不到八点就来到了诊室 按部就班的进行着一天的工作 而此时张青燕的出现 让诊室平静的氛围变得紧张起来 张青燕呢 应该说是在早期所诊治的一例 非常严重的一个 发生在胸椎和腰椎连接部位的 我们叫胸腰段 这样一个严重的骑行 当她找到我 她说我看遍了全国各个省市 各个大医院 都不能给我一个诊治 母亲说呢 我这个小孩很聪明 她在四川 这样一个比较边远的一个地区 学习是第一的 非常上进 但是这个骑行 随着年龄增长 骑行日益加重之后呢 给她带来了严重的心理负担 由于这个骑行呢 小孩呢感到难以见人 以至于呢 拒绝再去学校上课 不出门 不见人 在张庆燕八岁那年 奶奶无意中发现 庆燕的背部有一个包 当时家人并没有太在意 可这个包 在日后的日子里不断长大 让张庆燕 从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 变得弯腰驼背 再也无法站直 我觉得自己特别矮 而且背上也裹了一个包 很自卑很自卑 张庆燕呢 这个骑行师的 什么样一个骑行呢 就是它不单纯是一个 像侧方弯曲 也不是简单的一个 像后方的弯曲 它像一个拧麻花一样 像一个绳子扭了一个盘 然后它又一个严重的厚凸 九十多度 这个脊柱啊 弯了一个弯以后 又折在一起 这个非常复杂的 这么一个骑行 乌漏偏逢连夜雨 父亲对女儿病情的漠视 让张庆燕的母亲 决定离婚 疾病 家庭变故 让张庆燕 彻底陷入了绝望 我妈妈走的时候 没跟我说 她不回来了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她还是没回来 晚上我就会偷偷让哭 母亲离家后 曾为女儿四处求医 但无奈轻验的病太严重 没有医院愿意收治 跑了半个月医院 一夜里的两点钟 我就下着大雨 那一天晚上 我两点多 我就一个人骑车 到集水潭去排号 结果还是排上了号 人家医生 我递着片子 叫医生一看 医生说 记着片子 他说 我们没法治疗你 这个病 当时我还不愿意走 我想坐在那儿 给他收一会儿 看能不能把他 就是 我女儿这个病给他收下 怎么说 他都不说 你再说也没用 他说 不是其他的我能帮忙 你这个病 我是没有那个办法 他说 我也没有那个能力 你这种病 他说实在是太复杂了 当时我都哭 我简直怕得不容易 最后经好些人介绍 青燕的母亲 打听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北夷三院的脊柱外科专家 陈仲强 也许可以治疗青燕的病 陈仲强 成了母女俩最后的希望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她的母亲找到我 说我找到全国最高的学府 最著名的脊柱外科的医院 我找到你 说你要 这个再不行的话 我和我的小孩叫绝望 小孩可能一辈子也就死 在她的事业也好 生活也好 就毁掉了 张青燕生活在四川偏远的大山中 由于当地卫生医疗条件的落后 他并没有接种过抗结核的疫苗 而他严重的厚突畸形 也正是由结核杆菌所引发的 结核在骨头里面生长 它会像虫食一样 吃掉和腐蚀骨头 骨头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发生完全不合想象的任何形态的畸形 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 一旦变形的骨头压迫脊髓 等待张青燕的只有瘫痪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仲强变形资料 可不仅在国内就连国际上这样复杂的病例也未曾发现手术成功的经验 面对如此困难的病人 他该何去何从呢 当初看到他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 在做与不做 确实是发生过犹豫 这种情况怎么办 一个我们说我们可以不做 因为我没做过 让我去做这样一个工作呢 对我们再过于苛求了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非常疑难的病症 我们去研究 找到可能解决的办法 这个母亲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 看到我还是有所犹豫 她在真实地给我下了柜 但我还赶紧给她服气 我说你不要这样 我非常的理解你的心情 但当时呢 我这个事情要解决好 可能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张清燕母亲的执着 最终感动了陈仲强 她决定以张清燕的病例 为研究课题 为寻找解决严重厚图肌型的方法 为重塑病人的希望而竭尽全力 张清燕的CT影像显示 她的厚图肌型出现在胸椎第十一十二节 和腰椎的第一节 并且形成了一个三维的 拧在了义气的畸形结构 看似集结骨头的畸形 将引发一系列问题 等待着沉重墙去解决 对她的整个的情况 把神经的情况 她的骨结构的情况 然后她的整个 这个湿状平衡 站起来直立 和她的这个平衡功能的情况 全方位的 非常详细的检查 做了多种的这样一个 猜想设想 包括手术方案的考虑 前方做还是后方做 还是说前后联合起做 在结果的光当中 避免这个局部的断断的这种过度的错动 导致神经的损害 脊柱的结果断周围要暴露出来 我怎么样把它能够暴露得很清楚 又防止大学会的损伤 所以当时应该说提出了几十种的问题 将我们一个一个方面去考虑 包括最后考虑到说假若 万一就是说局部的解剖太复杂 说我们要把它问题要解决掉的话 那么不可避免会发生几十的损害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结束 如果不能避免心理损害的话 再往下走 对治疗来讲是有为我们治疗的目的 那我心里还是非常的紧张 也很担忧 因为我知道这个手术不小 非常复杂 而且四五个里边就可能有一个失败的 我也可能失败 但是我现在 我都不敢想要是手术失败了 我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 然后我今后的生活该怎样去面对 其实最大的压力面对是数者 数者的压力他要操刀 要最终决定这个手术在过程中怎么去走 所以实际上在数前 包括晚上睡觉 包括在头一天 你第二天上台的时候 在无数的脑袋里在回顾这些问题 因为他太特殊了 第一例这么严重 前日没有成功的经验的介绍 经过近一个月的研究 对手术方案的不断完善 终于到了陈仲强和张亲眼 来到手术台的时刻 等我做完手术 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我都可以了 那个时候我就 我就穿着连衣裙 然后穿着很短很小的衣服 我都可以穿了 那个时候一定很高兴 亲眼的梦想 深深地映在了陈仲强的心里 他也在心中不断地重复着 手术中每个关键的步骤 从后方进去 把整个一圈都包了开 齐形的锥体 两个重叠的部分 把那个锥板都切掉了 然后从后方做稳定的固定 然后看到神经以后 逐步逐步逐步 这样整个从后方把前方都切掉 都断开了以后 这样我们从上下这样一步的 这样推过来 这样的齐形过来也矫正了 错相的齐形也矫正了 经过九个小时的漫长工作 张秦彦的手术获得了成功 这是一段矫正脊柱侧弯的动画演示 这与矫正厚凸形 在手术工具和方法上非常相似 陈仲强采用的是一种 截骨矫形的办法 通过从患者后背进入的方式 切掉了张秦彦受损的锥体 同时在机型的头尾端 用螺钉进行固定 然后分别以各自的轴心进行旋转 这被称为双轴旋转 就是将变形的脊柱 往不同的方向旋转脚性 来恢复正常的生理曲度 最后 在把人工锥体 放入锥体切除处的空隙中 取代原先被结合破坏的机型锥体 数前110度的扭曲 近上30度 身高也由146厘米 长到156厘米 回到家的清燕和小伙伴们相拥而弃 大家都不敢相信他的变化 陈仲强让裙子和花朵 又重新回到了清燕的身旁 2005年12月 陈仲强带着张清燕的手术资料 来到了达沃斯 参加在这里召开的 一年一度的AO脊柱外科大会 这项大会可谓是脊柱外科 业内的高峰论坛 会议设有疑难病例研究 学术研讨 培训等多个板块 而在一场针对疑难病例的 学术讨论会上 当陈仲强向全世界专家 展示他完美的作品时 现场出现了这样的反应 哇 全场一片的这样一个惊讶之声 因为世界上没有过相应的报告 没有成功的这样一个经验 我们搞脊柱中心的所谓大牌专家 有名的脊柱外科医生都在其中 他在摇着头一边摇着头一边看 说你怎么解决的 然后就一边看就一边说 Unbelievable 不可思议 Unbelievable 就是始终前面说你怎么就给他解决了 就能把他做得这么好 然后我就讲了一番话 讲了一番话他还是摇头 说想不想象不出来 这事就怎么能把他矫正的这么好 人类的脊柱有33块椎骨组成 其中颈椎7块 胸椎12块 腰椎5块 脊骨尾骨共9块 随着人类的进化 脊骨和尾骨已经成为一块整体 参与构成骨盆 人的脊柱有四个渠度 从侧面看成S型 颈椎前突 胸椎后突 腰椎前突 和底椎后突 通常来说脊柱是人体的脊梁 是我们身体的支柱 它们关系紧密 缓缓相扣 病症往往也不在单一位置存在 一旦出现疾病就会关联到较大范围 这样一来 病人将连基本的生活质量都难以保障 来自杭州的周维华就是这样一位病人 他所患的就是一种被医生们称为 病人恐惧手术的胸椎管狭窄症 我今年五月份就发现脚趾头发麻 我还以为我是中风了 后来我就觉得那个腰也酸 酸得要命啊 然后那我就去那个浙江省人民医院 那我就说我现在连走路都是摇晃的 就想摔跤那种感觉 他说那你腰椎上面做一个持宫症 说后来说你手麻不麻牙 如果说我侧着睡我手就麻 他说你去检查一个颈椎 然后排队 颈椎做出来有问题 腰椎也有问题 没有很严重 专家又说那你再去做个胸椎 好问题就出在这个胸椎上面 后来到了医院以后又做了一个CT 后来就跟我说你这个太严重了 你那个脊髓都像豆腐渣一样了 你在我们这里做 我给你最好的那个就是12%的成功率 雄椎管狭窄呢是一个通称 它有不同的因素造成的 一个是韧耐的骨化 比方说黄仁耐的骨化 这是最多件的 其次是厚子的骨化 正常的椎管呢受到侵占挤压以后变占 里边的神经呢受到压迫 它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常常合并存在 第二个呢就是说 这类的病呢不好诊断 不过诊断它常常有合并 有颈椎的问题 也有腰椎的问题 但是呢它的代表的后果很严重 胸椎的血供应椎管呢 是相对比较窄 供血类相对比较薄弱 压迫几岁以后啊 肠的后果就是瘫痪 由医院士来评价呢 说这个胸椎管狭窄症 是一种这个高风险 是一种令人难以琢磨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生了 在我们的同行的前辈 在谈这个手术呢 是叫令人恐怖的手术 做手术 小心又小心 谨慎又谨慎 下到最后说后 发现别人重量加重了 甚至瘫痪了 脊柱 由一个个脊椎骨连接而成 它的作用之一是保护脊髓 脊髓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控制着我们的运动 并传输感觉信号 脊髓位于椎管内 向上连接脑部眼髓 向下一直分布到四肢 脊髓一旦受伤 将会给患者带来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 任其逐渐发展至瘫痪 或者是在手术台上瘫痪 病魔把周围华一步步推向了悬崖的边缘 然后他当时这么一说 我在医生面前我也没怎么显露 然后走了以后 哎呀我那个心情是特别特别的低落 我真的你想我这么胖 我老公又身体不好 家里还有一个97岁的老外婆 我不能照顾他们 我躺在床上 他们又再照顾我的生活质量没有了 他们怎么办 不是害了他们吗 我有时候睡到半夜 我真的背着包 我想不要火了 要不然我就害家里人了 我来这里之前 我在网上 瘫痪病人的床啊什么东西 我都放在我的那个购物栏里面了 那我就做好这种准备 恐怖的手术 瘫痪成功率12% 这些让人绝望的描述 犹如晴天霹雳 打在了周维华一家人的身上 可家里的现实情况让他不能坐以待毙 不过幸好命运还给周维华留了最后一扇窗 陈仲强的一位学生 刚好在周维华早期治疗的医院中工作 在他的推药 在他的推荐下周维华来到北医三院找到了他的希望 房大友在我们这儿学习完了回到南方 对 事实心会有他 要不然的话 对 我连死的心都会有了 他是好多因素构成那个狭窄 这样的解决不彻底啊 嗯 他就会带来问题 对 但是有时候要要有时候解决啊 他带来他那个和这个神经的结构 粘连非常紧密 嗯 就是损伤机会风险要大一点 对对 这儿扎一下哈 好 这儿这儿清楚哈 嗯 清楚 和这儿一样吗 这里 嗯 一样 一样啊 放松完全扎到我手上 哎 好 好 这样啊 这儿靠近哈 往外 往外 哎 现在走路还能走是吧 能走就是 忘了 准备好了 啊 明天手术 诊断也清楚 明天给我手术 对 明天上了 谢谢 陈仲强和他的团队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便致力于胸椎管狭窄症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2002年 时任北宜三院院长的他 还同时肩负着培养研究生的人 孙椎国便是其中一位 从硕士阶段做论文开始 他就和老师一同肩负起了功课胸椎管狭窄正难关的责任 这是我在读博士阶段的这个修改论文的原件 每次呢修改完的这个结果都是作为学生来讲 带来的这个心情是非常的复杂 一方面呢 看到这个被这个修改的一塌糊涂的这个论文 会很内疚啊 觉得给老师添了很多麻烦 但同时呢 作为学生嘛 在这个学习阶段 遇到这么严谨 这么认真的老师 从内心里来讲感到非常的幸福 这是第五稿 第五稿最后改完了之后呢 老师在这个论文身上 做了好多的标记还不够 又单独给我拿一张纸呢 又给补充了这么多的这个修改意见 那么老师的这种严谨认真的这种风格 实实在在的是 渗入了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们的这个血液 后来的临床工作当中 在我做每一项研究 写每一篇论文的时候 都是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去面对 去做这件事情 而这些论文呢 都是原件 上面都是带着我老师的这个笔记的 对于我来说 这些文件 是我个人历史当中的文物 这是我的这个装这个文件的档案袋 我给他标注的是永久保留 陈仲强给学生留下的 不仅是一份成长的记忆 更是把严谨的治学态度 烙印在了他们的心中 如今行政工作繁忙的陈仲强 还依旧担任着北夷三院骨科 胸腰椎专业组组组长一致 从陈仲强的研究生到专业组成员 孙垂国的成长 也和对这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方法的不断发展 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在硕士阶段呢 从做课题开始呢 这个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呢 开始逐渐逐渐地接触 胸椎管下的症这个领域 那么当时接触到这一类的疾病之后呢 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 这么高风险的手术 去做的时候 这个医生需要承担多大的这个 心理上的压力 承担多大的一个责任 在建管上 那么当时陈院长的这个 一句话呢 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手术 如果被一三眼不做 还等谁来做 陈老师呢 给我讲他的历史吧 从最早的时候 连颠算都没有的时候 就是拿药物钱去药 很短阶段的一个 胸椎管下症症 四个五个阶段 可能就得从早晨做到晚上 做一整天 手霜得磨起来 这个一串水泡 最终的这个手术的 这个效果 还非常的不理想 就是非常艰难 在那种上去探索 去研究这个病 面对着胸椎管狭窄症 诊断和手术方面的挑战 陈仲强的研究 获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他率先发现 椎板覆侧的黄刃带骨化 侵占椎管空间 导致的脊髓受压 是胸椎管狭窄症的 最重要的病理因素 但如何切除 切除多少 围绕着这些问题 陈仲强研究出了 相应的解决方案 这个动画展示的呢 是胸椎管后壁切除树的 一个基本的过程 这是脊髓 那么这个闪动的这个呢 是这个病变的部位 就我们说的花人带骨化 那么可以看到 这脊髓受压是变形的 正常来讲 它应该是一个 比较规则的一个 近似椭圆形的形状 所以我们要做的手术呢 就是要把后方 压迫脊髓的这些病变部位 完全给它清除 相应的做法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双侧 在这椎管的外缘这个地方 来用电脑膜端进行开槽 这样呢可以避免 手术工具 直接对脊髓造成过多的刺激 然后呢断开一端 一边用筋钳提起 完整的整块的一个切除 椎管是由椎体 椎板 椎工跟共同组成的环形管道 脊髓就在其中 椎管后臂切除术 可以完整去除 椎板附测黄刃带的骨化块 使原本受挤压的脊髓 恢复正常状态 由陈仲强建立的 接盖式胸椎管后臂切除术 现已成为由黄刃带骨化 所引起的胸椎管狭窄症的 标准术室 请不吮客 杭州是12%的希望 到这里能给我30% 我也坚决开了 后来这里的大夫就告诉我 95% 把我高兴了 我自从得病以后 我平时特别爱唱歌 如果不是医院 我真的是放声高歌 随着科技的进步 胸椎管狭窄症手术成功率的提升 也有赖于手术工具的不断发展 超声鼓刀 被医生们称为 削鼓如泥的工具 它利用超声波 驱动刀头 每秒钟可振动4万次 并可自动识别软组织和骨结构 从而实时调整 输出功率 大大降低了手术的风险 同时还缩短了手术时间 陈仲强只用了三个小时时间 就成功切除了周维华 从胸四到腰一的 九节锥管后臂 经过几周的恢复 相信周维华的家中 将重新回荡起 他久违的歌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勾楼女孩张清燕 到素有恐怖手术之称的 胸椎管狭窄症患者周维华 陈仲强在脊柱外科界的大胆探索 治愈了一粒粒危重病人 1958年 陈仲强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 在家人的耳濡目染下 从上中学 他就开始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 很早就确定了自己要当医生的志向 2002年 年仅44岁的他 就成为了北一三院的院长 当时在全国的三家医院中 他是最年轻的一位 2002年是面临着院领导 变班子的换届 但是也有人劝我说 你是不是可以出来去做这个院长 刚开始其实我很纠结 我蛮喜欢医生的一个职业的 我的学术研究包括临床的能力方向面都在应该说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在行业内呢大家都得到了给予的公认 运动医学为知名科室的医院 这似乎离大多数人比较遥远 脊柱外科出身的陈仲强单院院长后 大力促进各科室的发展 全面提升了救诊量 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 医院呢历史不太长 今年呢也就是57年的历史 是一级三级甲等医院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呢 并不为大家所关注 相对的比较之后 病人不少 但是效率呢比较低下 我们的发展战略的考虑 其中一条呢就是说 以缩短评券为切入点的 在医院的综合管理 拉动了整个的发展 每缩短0.5天 或者是那么一点点的话 跟着的所有环境部门的运转 都要做调整 共同配合才能实现这个结果 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安全问题 在临床业务上的大胆探索 也被陈仲强带入了医院的管理中 他通过门诊确诊率的提高 手术室的合理使用 简化审批手续等方式 缓缓相透的提高了医院工作的效率 北一三院平均住院偏数 从他上任时的20天 缩短到了6.8天 这样可节省出床位1700多张 这相当于再见了一个北一三院 近年来在北京市魏纪委公布的 患者满意度 平均住院日 确诊率等包含了六大指标的 医院综合管理评定中 北一三院 名列第一 美国码大学 北一三院 名列第一 百米洞 明ец 人的脊柱是由颈椎 胸椎 腰椎和底骨四大部分组成 其中腰椎类疾病 要和胸椎管狭窄症的患者比起来 可谓是常见病了 但尽管普遍 陈仲强也从未放弃过 针对这一领域的工作 2008年 就有这样一位病人找到了他 田炳翼 现任国家影毛球队的副总教练 在无数光鲜时刻的背后 由于常年大重量的训练 比赛中的折返跳跃 使他的脊柱不断受到撞击 在退役后 严重的腰病困扰着他 这是田炳翼 24岁身高1米80 个子比较高的这个选手 体重的是70公斤 田炳翼和李永波 曾经是中国羽毛球男双的黄金大档 职业生涯期间 几乎包揽了羽毛球男双的全部冠军 可他也留下了腰椎滑脱的伤病 疼痛险些断送了他的教练生涯 运动员的时候我的腰就一直不好 一直都有伤 然后后来做了教练之后呢 人就慢慢就反而更严重了 站身长都不行 然后坐 坐身长也不行 走路 最多走个一两百米 也感觉腰已经很难受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要看一下 就自己拿着篇子带着去找三医院 陈东强那个院长 他的这个腰椎的一个手术做得不错 后来我想就划他的号 他说你这个不行 你今天应该马上手术 他说现在你这是二度滑椎 如果是说再要往下滑的话 可能你就整个要断裂了 所以你必须要手术把它拉回来 从甜品翼的CT影像中显示 他的腰椎第四节出现了霞不烈性的滑托 而由于羽毛球运动员的特点 不断地跳跃 加重了滑托位置的撞击 使两节连接的椎体 发生了一系列病变 质地变得非常坚硬 他是个典型的霞不烈性滑托 他是运动员出身 不断地扬升摆动 这样的对脚部产生撞击 导致着甲部的发生的断裂 当然我们给他做了一个 叫非常传统和经典的手术 就是甲部的这个腹位 这个骨折的椎体滑托的腹位 固定融合手术 恢复得非常好 比方我们这个整个训练的时候 咱们教练也不能 做了去指挥队员 那必须都得站 那平时我原来的时候是不行的 但是现在就没事了 现在整个上午整个半天 你要说我一直站的都没事了 随着手术和术后三个多月的康复治疗 田炳毅终于回到了羽毛球场 和他的国家羽毛球队再次出征 为国赢得金牌和荣耀 而今年只有十四岁的胡孙燃 却因为发育不良 同样的病症给他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直到他来到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2015年初 陈仲强来到了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担任院长 这里成为了他院长之路的新坐标 走进这里 你会觉得北京大学的文化气质被完全植入进来 门枕大楼融合了机场出发大厅的理念 告别了拥挤的挂号处 弥漫着的是一股咖啡的香气 这里现有床位一千六百多丈 相当于一家三甲医院的规模 可你怎样都无法把他和医院联系起来 此时此刻 无论这里的环境多么温馨 可能对于胡孙燃的家人来说 都无暇欣赏 就是孩子每天说是那个方学回去说疼 我肯定是难受 基本别的孩子吧 方学回家吧 都是说是饿了吧 但是他回去吧 就是老师就说觉得很累 妈妈我休息一会儿 我的腿疼 胡孙燃所患的是由发育不良引起的第五节腰椎滑脱 竟然引发压迫神经导致疼痛 现如今已经发展到行走时的不稳 陈仲祥采用滑脱副位加上内固定的方式 作为手术的解决方法 可就在手术快要结束时 一个关键的问题摆在了他的眼前 拖到椎体前方去了把它拉回来 拉回来这个神经也跟着要然后牵拉 所以你牵拉过度的神经就会非常的紧 既然你还能复位你不要复那么多了 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可以了 不要一味的去复位 复位你得从外形上片子上看得很好看 但神经受到过度的牵张的时候就会麻痹伤伤 医生在手术方法的选择上 有时会面临进退两难的纠结境地 他们需要在外观和功能这两者之间 选择对病人最佳的平衡点 而支撑这一平衡的支点就是他们的经验 手术非常成功 阳光又重新回到了小伙子的脸上 北大国际医院的病房窗户全部超难 意在把温暖的阳光洒向每位病人的心里 作为专家来讲呢 我想实际上通过我们的努力 用我们的智慧方法的转换技术的提升 为患者能够提供有效的安全可靠的治疗 因为医院的院长呢 我希望呢能够我们新型的医院 新型的服务模式 新型的管理模式让患者感到很方便 很温馨 从心里从生里都能够得到很大的关怀和照顾 无论是勾楼少女张清燕 还是有着恐怖手术支撑的胸椎管狭窄症患者周维华 再到14岁的腰椎滑脱男孩胡森然 陈仲强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 精雕细琢着每一台手术 无论是北医三院还是北大国际医院 正如脊柱在人身体里承担着重量 并肩负着支撑起身体的重任一样 陈仲强通过精湛的医术 不但修复了病人的脊柱 更给患者重拾了生活希望和生命的尊严 他在病人的心中 牢牢筑起了一座陈仲强 好的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家栏目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